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8月15号 礼拜二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TVB发出盈利警告 预告在今年上半年 净亏损4亿到4.2亿元 较去年同期 亏损2.24亿元是扩大 TVB同时是宣布 获主要股东 华人民化集团和Young Lion 批出最高7亿元的贷款 融资有效期至到明年的12月底 虽然TVB是获得主要股东借贷 但是市场就关注到TVB的还款能力 第二单消息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称 要在短期之内将香港的夜市 搞活搞旺 罪幅流集团主席王杰龙 对夜市的建议大潑冷水 他说 饮食界没有什么人提及到夜市这件事 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没有客 假如特区政府突然之间制造竞争 就只会将利润摊得更薄 要死的人就会死快点 他提醒政府要特别小心 在讲到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TVB最新的业绩是怎样的 现在真是糟糕了 不知迟些会不会爆雷呢 现在就还没发盈景 TVB昨天就发出了盈利警告 在今年的上半年 预期亏损额是达到4亿到4.2亿元 比起去年的下半年 亏损5.83亿元 就是收窄了 但是跟去年同期比较 亏损2.4亿元 其实就是扩大了最多8成7 因为你其实就不应该跟去年下半年比 因为你应该跟同期来比较 那才是有一个意义在 更何况据明报的报道所说 翻查TVB过往两个年度的下半年业绩表现 通常下半年的亏损 就要较上半年多 往始的摊路就是这样 下半年舍得多过上半年 所以你跟下半年比 是没意义的 因为下半年舍得多些 今年是不是这样呢 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这样就大劲了 你上半年都蚀4.2亿了 如果还一步扩大 那不知道你有多少钱蚀下去 那我们又看看 就是TVB现在的财务状况是怎样了 那信报的报道就说 虽然TVB是获得主要股东的借贷 但是市场都关注到 究竟它的还款能力是怎样的 因为TVB持续的亏损 至到去年的年底 他们手头上的现金 只是涉剩10亿2000万元 那比起2021年底的 11亿7700万元现金 又再减少了 而且就远远低于 2020年底的 33.35亿元 哇 即是呢 那个现金流不断跌不断跌的 好不行啊 33亿11亿10.2亿 现在最新是10.2亿 即是没有了三分之二了 比起20年的时候 贷款总额又如何呢 去到去年年底 就已经达到了21.76亿元 你现金就得了10亿 贷款总额就21亿 哇 一看这条数 不怪市场关注你还债能力是怎样 那好了 那个借贷是怎样分配的呢 当中啊 有19亿5100万 就是由这个上海商业银行 来到去提供的 那有1亿9900万呢 就是银行的投资 另外其他的贷款呢 就占了2600万 那故此就构成了这个21.76亿元的贷款总额了 那那到期贷款的情形又怎样呢 这个都值得是关注的 因为你那些钱 借了回来要还的嘛 那原来啊 由上海商业银行发出来的 19.5亿元贷款 这一笔的融资啊 原本就在今年的7月6号 到期要还的了 那在去年年中 TVB就跟上商进行了协议 那其中的2亿美元呢 就延期到去 2025年的7月6号 那至于呢 其余的5000万美元 就维持了 在上个月的6号 是到期的 那就是说 故此呢 有2亿美元的借贷 就压后了 去到25年7月还 好了 那到期的贷款那里 5.99亿港元 就是今年内到期 今年打后的5年之内呢 就有15.77亿元的贷款 是要还的 15.7亿啊 不容易啊 这个数字是 就是你要跑数的啊 因为你现在 那个现金留得10亿而已嘛 啊 5年之内到期的15亿 那你起码要撲钱了 哦 那怎么撲呢 现在呢 TVB就获得了 股东贷款7亿元了 那暂时呢 都缓解了个短期压力 啊 延微之急呢 就暂且得以解决啊 那但是呢 中长期还债压力 就依然是巨大的 那就极需要 尽快恢复回盈利的能力 才行 那如果再次下去呢 都不是人敢贫了 因为你那个现金留 就只剩10亿2千万而已 除非你不断借 但是你借 你又要还 你再借 那就变了债盖债 啊 那所以呢 这档事 就很多市场人士不看好了 那我们又去看看 究竟TVB 怎样来到去解释 他们的亏损了 那TVB在公告当中呢 就提到 电视平台投放广告的需求 是有所改善的 那便促使到公司的广告收入 是有所增长 那这个合理啊 疫情过后多了人落广告 速销 那但是 市民呢 就转移倾向传统消费 对他们的电子商贸 营商环境是不利 那叠加呢 策略上呢 为了增加盈利 而集中在高利润产品的决定 导致到呢 上半年的电商收入下跌 这件事呢 我就极度的不同意了 他说市民 是倾向传统消费 当然不是啦 摆得明就是你那档电商呢 做不定 根本都不吸引得到市民帮衬 是吧 是你那档东西 搞不定而已 不是说市民倾向回到传统的消费 一定是倾向在这个网购的 没有得谈的 越来越多人就是习惯了网购了 现在有些年纪大些的都懂得网购 死了没有 走去淘宝啊 什么这样买东西 很多啦 就算不是淘宝都去黄维基那档的 HKTV Mall 那怎么会说 市民倾向传统消费呢 当然不是啦 绝对就不是 哈 因为你自己不受欢迎而已 你就走去 讲这些东西出来帮自己开脱 哈 实情啊 TVB搞这么多这些电子商贸的东西 干什么才行的 你是不务正业嘛 你是作为一家媒体 你就应该做好自身那些这样的剧集 综艺节目 还有那些新闻 时事节目 就不是说走去搞这些这样的电子商贸的东西 为什么黄维基会转了去搞这个电商平台呢 就是因为本身说发牌给他 没有发到嘛 搞了厂房出来干什么呢 唯有就是转型 他硬着头皮来转型而已 他都不想的 哈 你给他那件事去搞的时候 喂他又请了那么多的艺员 拍了那么多的剧集 是不是呢 哈 他迫着转 那么他成功转型了 那么他就集中精力来去做 你一定要专精于一瓣 才行的 你本身搞开电视台 你又兼认了电商 其实呢 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说 喂我既然间有一个这么大的 电视台在那 那么我可以方便来去做宣传咯 那么他认为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协同效应 其实现在很明显告诉你 是不行啦 哈 你自己都说那个电子商贸 的盈利是下跌了 因为你搞这些电商平台 其实背后呢 那个运作又很复杂的 你来货是怎么样呢 那些供应链 麻鬼烦 出货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在这个物流运输方面 黄伟基都搞了一头烟了 当初是 搞了很多年才上轨道 开始赚钱了 好了 那么在中国业务方面又怎么样呢 进入了下半年 TVB就开始履行 同优酷达成的 七亿元人民币 内容生产及供应协议了 那就是呢 他拍很多东西呢 就供应给大陆那些 这样的 串流平台的 优酷 那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都是会对于香港的观众有影响的 因为你拍完那些东西呢 就变成了是口味呢 要迎合大陆的观众多一些 那你会不会又得失了本地的观众呢 是不是呀 你那些剧集会不会拍到不伦不类呢 港产片那些合拍片呢 就拍到不伦不类了 不受欢迎的了 现在市民多数就看回 麻烦你拍给主要香港人看的 那些毒舌大壮啊 那些大受欢迎了 那你这些合拍剧 受不受欢迎呢 有一个问题 好了 下半年又会逐步增加 同淘宝合作举行直播的长次 预料下半年的营运表现呢 是会有改善 那我都很质疑了 是不是搞得定呢 第一 你说要靠直播带货 就是说呢 你那个目标的顾客群 就是那些大陆的网民来的 喂 至必大陆现在有很多人啊 都是选择了躺平啊 有些年轻的不打工 回去肯老啊 哪有这么多钱走去 上网买东西 搞网购才行的 大陆的经济不多 你还说要靠大陆的直播带货来增加收入 此其一 我就质疑他了 第二 就是说 这些直播带货 通常在大陆那些人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那个主播自己亲身上阵 然后呢 那个利润 就是有佣金的时候 就是那个主播带咯 就是等于有个人 很肥的叫陈嘉佳 那个什么细细粒 他都是这么做的嘛 或者有个李国伦 其实他都是这么做的 因为他自己做的 他是自己做的 那么你 TVB说 走去跟淘宝合作直播带货 就不是你 那个总经理 曾志伟 或者是主席许涛 你是亲身上阵的 是不是 你找一些艺员去做的嘛 好了 那个艺员 他有没有心机跟你做呢 就是一个问题了 你给什么 报酬他呢 如果是出售钱 就糟糕了 你给他多少钱呢 直播带货一场 虽然大陆现在的经济在低 但是如果搞得好的时候呢 一场的销售额可以去到七位数字 八位数字人民币都可以的 是可以的 现在有些最红的都是这样 TVB是怎样我就不知道 应该没那么红的 但是 那个艺员有什么收益呢 如果你TVB只是出售钱给他的 那么那个艺员哪个人有心机 帮你做才行的 喂 做有36 不做有36 带什么货呢 就随便坐在那里 量上就算了 好了 不是的 有些可能他本身是 很有兴趣做这一件事的 他收钱低一点 他都帮你做 那就糟糕了 如果呢 被他在这个淘宝直播带货 响了朵了朵呢 哇 他发现这么好找的 喂 遲些他会不会自己出来搞一档 啊 那就变了跟你竞争了 所以其实这些是很吓人做的 不是这么容易的东西来的 你难道跟那个艺员签约穿一世吗 他都不能跟你签啦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就 我对于TVB这档事不看好了 实际上呢 现在就已经少了很多人来到去看这个 传统媒体的了 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是一个的因素了 这智能电视呢 就是压夸这些传统电视台的最后一家道组 连部电视都智能的 一开机可以看YouTube 看Netflix 看这个Disney Plus 一开机看一下萧生 看一下陶杰 可能呢 就 赶上去看看我们 这样 啊 那他就不看你嘛 为什么不看你呢 因为你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嘛 大哥 你那些新闻节目 时事节目 被人觉得你偏帮政府嘛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你搞到2019年打后 你是少了很多那些传统 啊 的TVB电视迷的 你伤了他的心嘛 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磨灭的 到现在都 那些观众是不是索性 撕掉 追电视剧那次隐忍呢 直接都不看了 不看就不看了 你说不让他吃饭 他又说不行 你说不看TVB 那算是什么呢 他把心一横 直接就转到网络那里 一接触到网络世界 个个不看啦 你那些剧情又闷 你那些内容又偏颇 是不是 所以没办法的 不过你就算是 做到现在这样也好 现在叫做是 哇 又撑政府 好像变成了政权喉舌 其实是一样有竞争的 竞争呢 就是来自网上 那些网上 那些蓝丝不懂得上网看啊 所以呢 其实 就是TVB将来 要怎样来到去 赚足够的钱来还债 那这件事呢 就是 值得关注啦 真的 好了 接着下去呢 我们又看看 夜市的情况是怎样了 似乎呢 饮食业 就 连日来都有人出来 喷冷水的 那我就比较 是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由 由陈茂波司长提出 夜市这一件事以后 到底饮食界的代表 即是说张宇人议员 喂 他的态度是怎样呢 他的想法是怎样呢 他没有出来说过说话的 夜市是关你事的啦 但是现在出来受访的那些 饮食业界人士 王家和 王杰隆等等 喂 都是沸冷水 都是说不行啊 不行的 不搞啊 那我们看看王杰隆 怎么说了 他今天早上呢 就是接受了商台节目的访问 他就说呢 哎 业界对于这些夜市的反应就是 没有什么人提这件事的 只是知道 有不同的媒体 就不时找些业界来回应一下 他还说 财爷完全没有定义过 什么叫做夜市 业界都很难讨论 当中的那些细节 这个也是 定义又不知道 定位又不知道 完全什么都不知道 莫无头绪 只是要搞夜市 每个都说 要搞来 行行行行行 你搞什么呢 现在是 只能说 定义是什么 以饮食为主啊 饮食也有熟食 还是干货 是不是呢 还是以销售那些 无厘头产物 就是 以卖那些 纪念品为主 什么 杂败那些为主 你搞什么 是不是夜市 外国很多夜市 有些咸东西 我想香港那些就不会有了 所以你都不知道搞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 以什么为主 另外就是 你的定位是如何 你的面向 你是专做给本地人来 都要光顺的 还是 你是做给那些游客 来都光顺的 又不同的 你搞个夜市 对不对 因为你的内容 是要不同的 另外就是 政策面向的问题 究竟你搞这些 什么夜市 你是当一个 经济政策 还是当一个 旅游政策 你里面牵涉的 都很不同 如果你是当经济 要激活经济 要搞旺的 就像大陆 那样搞地摊 经济一样 大陆搞地摊 经济 原意是什么 就是要疏度 失业率 因为太多人失业 搞不定 他就把那些人 去搞夜摊 糖水滚糖鱼 叫做拖拖拖 令到多些人有就业 那些人就去做了地摊 香港是不是 衰到这样的阶段 如果你说搞 当是经济政策 这样搞的 如果当是旅游政策 你搞这些夜市 你先吸引哪里的旅客 吸引哪里的旅客 如果你说吸引大陆客 我就告诉你 是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别人开放国际旅行团 喂 有本事的 有条件的 他都去日本 去韩国 去香港 吃你的夜市 你猜真的 来得的 全部都是 消费能力 极度有限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那个政策的面向 也不知道 你定位也不知道 定义也不知道 现在也不知道 盲讨论 整班人也不知道 讨论些什么 反正大家 感觉上 你说搞夜市 通常是要搞 有熟食的 否则很难有人去 因为外地的夜市 你怎样都要去熟食 你没有熟食 就不用玩 好了 我们看看王杰隆 他说 同意现时香港 已经是从这个 不夜天 变成现在的 出街 没车没人 的士又没有生意 以前 就是 经常说去尖东 很多东西玩 现在都黑黑黑的 隧道都不塞车 他就相信 陈茂波司长 都是关心夜间消费 但未必要搞 这个大达地的模式 既然社会被撻着了 那才爷呢 或者也要听下大家 说什么 再从长计议 叫他 你搞事就搞 不要这么心急 先听下意见 先 不要说搞 搞 搞坏了 等会弄死了 那些食店更惨 王杰隆就认为 现在业界面对的核心问题 就是即使正常的晚市时段 那些餐厅都坐不满客 即使你说要推出夜市消费券 都不是办法来的 就只会令到 本来晚上7点钟 要吃东西的那些客人 就饿多两个钟头 等到9点钟 夜市那个时段 才去吃 根本的原因就是说 来来去去的那些食客 都是那批人来的 你的客源是没有增加到 政府就要思考 怎样整旺整个市道 那这个是对的 即使你来来去去 肯出去帮衬的 都是那些人的 一来你游客 就已经是那些人 不舍得花钱 二来就是你本地人 有一大群人 就去移民的 那些人有消费能力 很多是年轻的 其实老实说 可以整天晚上出去吃饭 把钱多数出街买的 比较不理性消费 多数是年轻的 一个人有五上年纪 他去逐渐就变得是理性消费 哪有人说 和你每晚出去吃饭 应酬才能理你 那些人 对于有些人说 呼吁业界 应该开晚一点 王杰龙就说 这些意见是笑死人的 香港租贵 所有人都知道 做生意最好是24个小时 但是没有客 没有客 主持就问到他 现在香港饮食业的处境 是不是因为旅客大不如前 还是多了香港人北上呢 王杰龙就说 你都不可以说 叫香港市民不去旅行 出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自由 综合而言 经济差 导致到现在这个局面 他就说 希望政府不要胡乱出招 业界就会和政府商讨 有什么呢 是做得的 他就认为 要令到市民有些借口 出一下街 等到市是旺些 提醒政府不要制造竞争 忽然之间令到市民 多了很多的方法去消费 但是整体消费客群数目 就没有增加 只会令到原有的利润 是摊得更薄 要死的人就死快些 那就要特别小心 他就是说 你不要搞这些夜市 令到那些 正在租街铺 或者在商场租店 的食店 倒闭 我们在陈茂波司长提出 要搞夜市那一天 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了 你都要顾及一下 那些食店的 那里也有很多从业园 令到店铺倒闭 那些人就是失业 只是一条数目 客人就只有这么多 你扯散了也没用 自己骗自己而已 那我们看看 到底那些立法会议员 又有什么建议 我认为那些建议 就不太行 听听吧 是吧 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 邵家辉就说 他说 除了找一些合适的位置 设置一些夜市的劲档之外 也可以在市区 招行晚策 早上就给日间的摊贩 卖一些日常的用品 夜晚就由夜市的摊贩 售卖一些特色的食品 文创产品等等 政府在凌晨就再派人进行清洁 确保不会造成卫生问题 减少对邻近居民的影响 其实也是不行的 你是抢了那些商铺的生意 那些商铺 地产商就不肯过你了 每个人都去帮衬 老实说 王杰龙告诉你 客人就只有这么多了 那些人去了 什么摊贩消费 就不去商场了 只是一条数 你不会说 突然间多了店铺 多了人去帮衬 他又建议 政府要延长公共服务的时间 鼓励大型商场 推迟关门 要重推戏院的午夜场 吸引更多市民 晚上是出外消费 其实都是找自己路趁的 第一 你说叫商场夜的山 那些人手的脾肺 是不是你给 是不是你出粮 正如王杰龙所说 做生意最好是24个小时 有客人才行 重推午夜场 即是说 原本在白天走出来看戏的人 他就全部去午夜场看 那你会不会变相打击了日间的消费 你要记住 真是一条数 人就这么多 钱就这么多 不会说你搞多些 这些东西 突然间就会谷起了消费 这个是不是很坦白 好了 接着 他又说 建议呢 建议呢 政府延长这个 运输服务的优惠 降低市民深夜通勤的成本 那自弊 你要有班次才行 你以为开得很疏的 那些人回家等很久的 那就是 搭鬼搭马嘛 啊 就算是红车 现在的班次都少了 没那么多人啊 大哥 啊 好了 另外呢 这个立法会议员 李子敬 有些什么说呢 他说 夜市经济也要配合香港气候 建议呢 鼓励各区的商场延长营业时间 举办 举办夜间市集 其实这些是这样的屎招来的 又是 他又说呢 可以举办这个basking啊 就是街头表演 表演些什么呢 喂 不怕触碰红线被你抓啊 他如果唱完荣光鸡香港 那伯伯被人抓了 拉遥那个 又不行 啊 唱血染的风彩都不行啊 你会不会干预他啊 唱这又不行 那又不行 找鬼来basking啦 是不是啊 夜间市集 啊 叫商场延长营业时间来去搞啊 你说服地产商啊 是不是啊 那些商户不吵啊 哇 你又在中庭搞夜间市集 那那些商户怎么办啊 来来去去 其实那些人 他愿意花一百元 他就是花一百元 他会不会说 你搞多了这些东西呢 他就会花一百零五元 都是花一百元 是吧 那所以就 海外的旅客又吸不到 就好了 不用说了 一条数出来了 大陆那些旅客 你吸回来的 就是没有消费能力的 是吧 你本地人 你也是码不实的 那没有得好说 你都要面对 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是吧 所以你搞得越多 这些东西 人家就叫你 喂 想清楚啊 不要搞得弱了 摊得更薄 要死的那些 就死得快点 王杰隆说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